賽同日本發定90分鐘 賽和1比1 打到家時仍未分勝負 在互射12碼後 港隊贏4比2 總比數5比3擊敗日本 歷史性奪得國際綜合運動會足球賽冠軍 張曉明報導 球迷帶上特大的特區區棋入場 一片紅海為歷史性打入綜合運動會足球決賽的港隊打氣 將紅衣的港隊以23歲以下的球員為主營戰日本 開賽3分鐘 隨得稅園射試客的頭 港隊初段面對對方的快速突擊 依然頂得住 以U20組成的日本隊名氣最大的大壁勇雅略鹽毒食了些 輪到港隊的梁振幫插上離出地球 曹鵬飛只是慢了一步 港隊掛著進攻劈到22分鐘反而先失手 日本的角球攻勢大壁勇雅藍為中間 川崇大附近門魔理抽入 沒有人抹實穿重大褲 門將葉紅揮迫倒入 以個人技術來說港隊較為輸蝕 但一樣有歐陽要衝中圈附近過兩個日本球員的場面 港隊半場落後0比1 前腹蠻換陳少奇在換邊後後臂上陣 果然立竿見影 他接應徐德瑞的二傳門前頂入攀亭 剛剛跟完業次操練的陳少奇 一反港就立刻歸隊 他第一次電波就製造入球 當時只是下半場開球的分多鐘 被追平後日本球員有點猛狀 大壁勇雅掛著發開罰球推跌黃展紅 日本就繼續搶攻 港隊有神勇門將葉紅揮奮不顧身 葉紅揮在原場前再救出日本的頭錘快攻 反應慢一點都救不到 兩隊發定90分鐘踢成1比1進入嘉時 在嘉時兩隊都拼到盡 陳偉豪接應角球頭錘又差一點 踢足120分鐘未分高下 創造傳奇一刻要靠互射12碼 雖然歐陽要衝第一腳被捉到路 但之後陳少奇、陳偉豪和李志豪都射入 而門將葉紅揮成功撲出大重長平的射門 凌目大庫又射中柱 結果黃展紅入完之後 港隊互射12碼贏4比2 總比數5比3擊敗日本奪得冠軍 是港隊首次在國際綜合運動會中奪得金牌 交際主持楊威這面金牌意義重大 港隊歷史勝奪金之後大批球迷情緒高漲 在大球場外歡呼慶祝 他們都說想不到港隊有這麼好的成績 過之日那裏 香港女人修圓 der健平 出逾場支持的球迷就開開心 ик轉光 香港女人修圓搶龍場 WIL害怕香港 完場後大批球迷仍然表現興奮 �ię棋 도處飄揚 歡呼聲nhmasıï Biira 有球迷表示 起初認為港女實力稍並選日本 對港女人修圓寫金牌非常驚喜 起就一次 起就一次 喜極二憂 香港勝 香港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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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興奮 香港隊取冠軍 有新之年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好難得 好開心 好高興 沒有這樣 為甚麼 因為之前都沒有 香港沒有贏過 現在贏了 有沒有對香港隊 有甚麼改觀 有甚麼改觀 我覺得他們厲害了很多 好 好 好 四民進門票賣了 就為三個全部坐滿 他們都是為了支持港隊 為了見證創造全球一刻 大批球迷擁到大球場 形成一片航海 球迷拍打打氣棒 手時驅奇 立喊聲 鼓聲 掌聲 不停為香港打氣 又玩一下人浪 黨隊不負眾望 個個都說直回跳架 壓迫文電視記者 波子日報答 港隊教練金盤坤說 多謝市民入場支持 而一波功臣陳少奇 就希望贏取這面金牌之後 政府可以增加資源 發展本地的足球事業 陳國雄那裏 極戰過後 球員再次步入球場 大部分球迷都沒有走到 用掌聲迎接這班英雄 紅金獲勝 香港 中國 手牽著手 站在頒獎台上 接受最高的榮譽 霍振庭和張建宗 分別向球員頒授金牌 其間曾蔭權不停在頒獎拍手獎 陳少奇和一班球員 在頒獎台上 接受主場球迷的祝賀 活歌就起 驅奇在大球場上徹徹飄揚 港隊首者國際運動會上奪金 成績驕人 手中的金牌得來不易 一眾籍球員拍一幅大合照 記住歷史珍貴的一刻 由英國趕回來踢決賽的陳少奇說 贏得面金牌當然開心 希望政府增撥資源 支持發展足球事業 沒有太遠後 香港的清分是類似沒有 希望多些資源來香港的足球 希望可以抵抗政府的關注 教練金盤盤說 贏球全靠主場球賣入場支持 我要說謝謝香港的民眾 球員稍後會出席慶祝活動 邀歡頻電視記者陳過紅報道 行政長官曾蔭權祝賀香港足球代表隊 在東亞運動會奪得金牌 他表示足球隊表現出色又勇敢 金牌來之不易 又說今天是他今年最開心的一日 四萬人的觀眾在場地 更加在電視機面前我想過百萬的香港市民 能夠見證我們香港的足球代表隊 今次今日的出色勇敢 靠人心嚴的表現 再顯示出他們充滿拼搏的精神 我是真正的今天 見到他們 今天的功夫出來 香港人見到他們 這些確確是來得不易的 但做得認真出色 你見到他們是 今次是克服了 打贏了南韓隊 打贏了朝鮮隊 又打贏了日本隊 這些都是世界級的足球隊 這是表現出他們 今次是為我們香港人 注入了新的動力 新的希望 真正創造了一個傳奇的一刻 至於男子足球的銅牌戰 南北韓在法定時間踢成1比1 南韓互射12碼贏4比2 總比數贏5比3 擊敗北韓奪得銅牌 洪生和南韓24分鐘 借對方兩個守衛5位 由高文琦先開紀錄 兩隊爭銅牌得非常激烈 這次佛球開出一輪混戰 北韓有球員被撞傷 一度到場邊接受治療 北韓在52分鐘 由撲城折接接應各球起腳 射入成1比1 雙方發定90分鐘打和 要互射12碼 南韓四輪入殺不得止了 還將金敏龜表現神勇 雖然先後兩次被球證止犯規 但金敏龜仍然撲出對方兩球12碼 南韓互射12碼贏4比2 總比數5比3擊敗北韓奪得偉軍